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我是主播佳萌 在美丽的千年狗县运河名称林青,向你问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 名字叫《脸大的女人最好命》 不信,你看 世界的美妙就在于它的丰富多彩 脸小的女人,小草玲珑惹人怜爱 但脸大的女人,更有它的千种风情 脸大的女人最好命,不信,你看 脸大的女人最可爱 脸大的女人,颜值都不会差 饱满的胶原蛋白,让整张脸看起来水润平滑 少了棱角带来的凌厉感 更多了几分亲切友好 尤其笑起来,露出肉嘟嘟粉嫩嫩的脸 像棉花糖,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去捏一把 脸大,就要多笑 年纪稍微大一些时,脸大就更加分了 可以有效预防皮肤松弛和凹陷,延缓衰老 看不到岁月的痕迹更显青春活力 脸大的女人气质好 仔细观察新闻联播的历届女主播 似乎都有一张端庄大方的裹子脸 影视剧中的叱咤职场的女强人 也大多是一张轮廓突出的脸 为什么呢?因为脸大才能震得住场啊 走路带风,一举一动都自带光环 人群中格外亮眼 脸大不仅让整个人看起来干练优雅 还能体现东方美独有的神韵 传闻08年奥运会选拔李仪小姐的标准之一 就是脸不能太小 因为一张饱满大方的脸 才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磅礴大气 脸大的女人更乐观 在这个以瘦为美,锥子脸盛行的时代 没有盲目跟风 而是坚持自己独特的美 一定是自信乐观的好女孩 这是悦纳自己热爱生活的表现 即使偶尔被人说脸圆 也都黑黑一笑自嘲一番 泰然处置 同样的,生活对她来说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脸大的女人能忘夫? 脸大的女人忘夫好命 这是公认的 通常公婆第一次见儿媳 看到圆润的脸 基本上就认定了这个媳妇 因为在她们眼中 这是勤俭持家 随和大方智慧能干的标志 脸大的女人 老公看着开心 公婆更加舒心 一看就是富贵命 特别给家里人长脸 将来生儿育女 也会是一个慈爱的母亲 一生富贵 最是好命 脸大的女人人缘好 脸大的姑娘 人缘也差不了 一张可爱的圆脸 本身已足够讨喜 奈何她们的内在 更招人喜欢 她们性格直爽 单纯 藏不住心机 撒不了谎 最值得被信任 重要的是 她们不仅自己心态好 也感染着身边的人 使朋友中的小太阳 开心骨 源源不断地 给予他人能量 也正是因此 身边常常聚集各路朋友 一呼百应 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脸大的女人更靠谱 每一个脸大的姑娘 都心地善良 踏实靠谱 她们喜欢脚踏实地地 做人做事 一点一滴充实自己 积极上进 不张扬 不轻浮 是她们的一贯作风 她们为人友好 待人真诚 对小动物也充满了爱心 生活中有这样的姑娘 一定要珍惜 而且脸大的女人 脾气一般都很好 为什么 因为翻脸比较慢呀 脸大的女人最好命 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美 也请珍惜身边的大脸姑娘哦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请在文末点个赞吧 我是佳萌 祝你一切安好 看着我的脸 你怎么会突然害羞 是不是被我的眉毛冲昏了头 我知道我完美的让你无路可走 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可爱过头 你会懵懵的害羞 会懵懵的摇头 会懵懵的说 讨厌讨厌讨厌 我要你爱我永久 梦犯你小宇宙 永远要记得 女人本来就很美 感觉自己懵懵的 心里开出了花 快乐就啪啪啪 感觉自己懵懵的 想和你懵懵的 烦恼就啪啪啪 感觉自己懵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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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一直有句话 感觉自己懵懵的 拍照不美不用怕 感觉自己懵懵的 就算体重一百八 感觉自己懵懵的 我身心如鸦 感觉自己懵懵的 看着我的脸 你怎么会突然害羞 是不是被我的 眉毛冲昏了头 我知道我完美的 让你无路可走 其实我只是 有一点可爱过头 你会懵懵的害羞 会懵懵的摇头 会懵懵的说 讨厌讨厌讨厌 我要你爱我永久 梦犯你小宇宙 永远要记得 那本来就很美 感觉自己懵懵的 心里开出了花 快乐就发发发 感觉自己懵懵的 想和你默默打 烦恼就发发发 感觉自己懵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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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一直有句话 感觉自己懵懵的 拍照不美不用怕 感觉自己懵懵的 就算比重一百八 感觉自己懵懵的 我生气如愿 哈哈哈哈 感觉自己懵懵的 感觉自己懵懵的 心里开出了花 快乐就发发发 感觉自己懵懵的 想和你默默打 发到就发发发 小孩 chap 小孩 chap 小孩 São Guardi 小孩呀 亲我呀 sect 不 ED 你 бывает 感觉自己懵懵的 好усuxն 是非 吱 اور 不 感觉自己懵懵的 感觉自己懵懵的